好 我们接着早上所谈 早上我们谈到第五页的最后一行 不可悔不可战 体若虚空悟 崖岸 不离当处常战难 密集之君不可见 在谈这些法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容易落入一种缥缈抓不着的感觉 过去我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也没上佛学院 也没这个机会 在所有学习 我其实有一个原则 我就是尽量拿现实 拿现实去比对 那这个时候你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而且这样的思考也比较容易让 你所学的法比较活用 我们比如说不离当处常战难 我们一直在谈 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有一个 我们怎么样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我们经常设想好多 我们经常设想好多 尤其是在佛法里面 有时候逼着自己必须要用什么心态 有时候必须把自己的心态搅搅搅 什么一个东西好像这样 认为这样才合法 其实就算必须把你的心态做扭转 你也必须要找到道理 你如果找不到道理 这样的扭转 会弄到最后你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说这个事情不好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好 这个事情好我去做 不好我不要做 好跟不好道理是同一个 你不要见这个做不好 做那个是好 那好跟不好 怎么好像有两个原则 两个标准 这样到最后久了就乱掉了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道理必须回到现实 今天我们有句是问说 他的学习啊 经过这项课 他觉得他有点偏空 那这怎么看 其实这里面当然一下子 我们要做到很 我们的知见是不断在学习增长的 但我们不知有的理由在哪里 现实 那我们不知空呢 也是现实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道理啊 从缘起故 所以不知有 所以从缘起故 不知空 都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将我的心安住在法上 那我再怎么安住 就是这个道理 让你信得过 信得过我才能安住 现在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尤其我一个经验来啊 这样一两年的这种尤其是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啊 其实我觉得有这个义务要跟大家提醒 或者他的价值就没了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你必须要很真实的面对你自己 因为那一个真是真正的你 不管是对错 他就是未来主导你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学佛学到 你认同必须要真认同 或者那个表面认同的 不能形成未来的主导力量 你对世间的爱佐是一个很真实的 即便世间是虚假 但你对他的爱佐是正般真实 到时候他就是他在主导你的 你认你学佛几十年 如果你不改变你对世间的这份认知心啊 你的佛法的那个力度 没办法落入成为真实的力量的时候 你怎么学都没用喔 因为他很诚实的 他很诚实会把你最强的 最真实的那一块给带引出来 所以今天我要在佛法里面如何安住 我必须要心开意见 你不懂弄懂 有疑问当问 我们宋界不知道有疑当网问吗 那当然要问啊 所以我们今天读我是 不离当处常战然 这个战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试着就我们现前来讲 你给你不管要执着 我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要执可以让你执 假如你能为你的执着 找到真正的理由 我要让你执着 够大方吧 是啊 但你想执 我就不让你执 那我们这样不是会阿牛嘛 我们就会争执嘛 那没关系 我们到底谁合理 如果你是够理性的我们就来谈 你说你觉得执着 这种对 那我们就来谈嘛 中论就是这样嘛 挑开来咯 你说有没有 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者 有没有去者 有没有去法 对不对 那没有去者去法 你为什么讲我去我去我去 你去什么 因为你从去法会执着我 从我执着去法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执着我的时候 就我在修行 那利用修行在认定我呢 就觉得我不能跑出这个东西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要 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 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直下透了 但我觉得你用一个很坦然的心情 当我们对一个东西要直 后来发觉 其实如果走到最后 我们发觉 有什么好直 抓也抓不到 这个我常讲的 所以之前我讲说 当我们开始用一种 似是而非半吊子的时候 世间不可爱 终归无常 结果他就看一半 他不没有往内看 他留下我 然后再看世界空 在这个空无空荡荡的世间 哇 这个浪子情归何处 哇 这下麻烦了 你不知道吗 很多人学佛道之后 对世间又没兴趣 对我爱又放不下 那飘飘荡荡 不知如何是好 你知道吧 到最后就走两条路 要嘛就是放弃 这时候就开始 为一消得人憔悴 因为没有法之润 那要嘛就回头吃世间法 就是这样 那如果有的人 能敢于面对的时候 他到最佛法的味道 饮食习惯开始进来的时候 他从憔悴当中 慢慢丰润起来了 因为有法 这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 不但世间空 我一空 我何必为我这个空 再找个住家呢 那不是当下灿难 我能忙干什么 我要看得清楚的话 其实我只要守住这个智慧 我何必在本没有的地方 忙 瞎忙 这个不是我故意 我要才一个态度 假如你不能真正 对法的空极性了解的话 你空不了对世间的这份观察 你空不了对自我的执着 即使所谓空就是智慧绝照 不再做不必要的染拙 这时候你发觉 哪有 我何必忙呢 我何必为一个已经带着我轮回 无量解的这个虚假的我 在忙呢 所以经典会讲说 他在某一次修行 就有一个经典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跟你自己讲 你啊 这个妄想啊 带我轮回已经无量解了 从今以后不是你带我 是我带你 就是这样啊 我再不能随我这个妄想心 随足于三界六道 今天我因用佛法掐住你 让你保不掉我的控制 他的意思大概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这种心 到最后发觉就是说 当我们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特别作用力 当我们不断的为修行里面想尽办法 乃至把自己的脑筋想法逼到哪个地方 结果逼到最后原来最大问题是 你根本白忙了 你把敌人假想错误了 所以你所有的作战准备都是在打那个不存在的敌人 你如果知道没敌人 你就躺着睡就好了 你何必忙呢 你何必忙着足公事 然后都不用哦 本来无忧啊 何处惹尘埃 你何必那么忙 只差你不能看清楚他 或者的话 不离当处啊 常战然 所以我其实现在要跟大家讲说 试着给自己一点机会 在你不断精进学佛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很精进 稍微冷静下来 看一下 我们在修什么 是不是 像我们那时候生病 我的抵抗力 人家讲说 他们就讲说 你不能随便增加你的抵抗力哦 为什么 你不是没抵抗力哦 你抵抗力够强 强到里外都打 外来的也打 自己里面打 因为打到屁面了 就翻脸了 不知道怎么样了 因为整个系统乱掉了 身体是如此 我们修行是不是如此 你在打谁啊 你在保护谁啊 你打的可能是你该守的 你保护的可能应该你要丢的 弄了老半天 乱忙一通 结果 一点都没收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的时候 是不是稍微冷静 用我们所思维的法去看待什么 不要再落入一种概念上的寻思哦 弄到现在 他有意义我知 他若不可得 我干嘛 连我都不可得 我下操心干什么 是不是 从这里去看 佛法处处都只归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讲说歇吉菩提 你歇啊 歇啊 歇不来 那你就这一生就问个怎么歇法 你看他不是盲 歇吉菩提是盲吉菩提的 他叫你歇呢 所以我也经常讲说 我们应该试的怎么样 放松 但不要放逸 我是不是常讲这个 其实后来你发觉 其实道理都会一样的 试着放下 你不要用一种冲动 过去环呼习性 在看世间事 在那里创造了好多 不必要的种种一切 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然后把人像众生像做出来以后 我菩萨应该来度一切众生 结果弄了老半天 竟然被世尊讲 你不是菩萨 忙了一大糊涂 竟然被说你不是菩萨 你不冤枉嘛 玩也没玩到 结果还说不是菩萨 还说行邪道 是不是 经典是不是 我们已经反复听多少 但我们不妨冷静下来 这些道理不就在这里 这里也不就是经典的道理 早就在很多地方反复再反复告诉你 但你几时真的静下来去思考他 是不是 好 所以密集之君不可见 你这个心外求法 在不可得住强要得 你看 取不得舍不得 不可得中怎么得 取也不得舍也不得 那不可得中 到底你想得什么 所以这个取不得捨不得 必须要在道理上你先懂 你说道理有没有多伟大 其实讲到最后就这么一个道理 但这些道理如果大家不绘成 不把所有道理会在这样的智慧的开启 到最后还是没有 所以我们叫取不得 我们不是有取 我们不讲不 不取不舍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取不舍 因为取不得 你知道我们讲不取跟不舍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讲对了 不是我叫你不要取 是取不得 我不是叫你舍 为什么叫你不舍 因为没什么好舍你舍什么 所以在佛法里面 他讲说你为什么不会再爱 你之前不是很爱吗 现在不爱 而且没得爱啊 所以我们不再在其他课讲说 我们修行修道 不是很悲壮的 我们不断练习练到 现在看到可爱的如如不动 修行哪有修到那么别扭了 看到可爱的如如不动 他说问你什么能如如不动 因为我看不到可爱的 我何须忍 因为无法可忍我忍什么 因为有可爱住才会爱 有可得住才能舍 问题我如果得从来没得我 这为什么舍 所以得不可得 舍不可舍啊 所以他这次用这个词很有意思 我们讲不取 众生经常讲 有法但我不取 可舍我不 就是说有法 有法我不要得 再过来 得了之后我要舍 所以我之前不是也在很多地方跟大家提的 就是说 有的人叫我们说学会怎么放下 不是放下 是看清楚 你没有拥有怎么放 你在放的时候已经犯了两个过失了 而且最大的过失 再开始你就看错 你不该取 取了之后又不 取 不该取而取 得不到窃又想舍 你看嘛一路上一直错到底啊 是不是 所以就像有人讲说 师父我昨天梦到这个事情怎么办 哇 第一个 不该做梦了做梦 做完了还要我解决 我才会讲说 那我昨天梦到你欠我钱你怎么不还 是不是 这种事情假如你不看到这个你现在 第一个 从一开始错的你一直就错了 再过来 错了之后还将错就错继续错下去 这就是我们现前修行的一场常有现象 是不是 好 不可得中怎么得 怎么得 怎么得 根本没个得 所以说我这个得 我这个不可得不是因为舍的关系 是法治性不可得 所以你现在想不可得就是舍 我没有舍喔 注意吧 我不可得我可没舍喔 那上面没舍你一定得 错了我不可得连得都不可得 我舍去哪里舍 所以我是不娶不舍 我可没说我不可得叫做舍喔 你看大家观念是不是要留意一下 我们很多观念是模模糊糊以为对 其实落两边喔 好 好 末时说 说时末 大师门开无庸舍 有人问我解何中报道摩何般若利 我们讲禅宗 不是禅宗的本质就是般若 所以说 末时说 你为什么这样末时说 说时末 他一下你这样老是做矛盾的 那前面我们不是已经够矛盾了啊 矛盾到什么 一信圆通一切信 一法便喊一切法 一切呢 一呢 两个不是对立的吗 一怎么跟一切会放在一块 当你把一固定为一 当把一切固定为一切的时候 一跟一切就不相融通了 当你知道一不可得 一切不可得的时候 一起一切 当你认为末则是末吗 说则是说吗 对 从外向末是末 说是说 但如果我现在来讲就是说 我演一个戏 不管我演什么样的戏 比如说我梦中里面 说跟末 管你说末就是梦嘛 是不是 说时做梦 末时也做梦 那还有从法上另外一个道理 虽我有说 但我无分别 此为末 我虽一切法 不起念头 但你看像唯摩结晶 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不动 是不是分别 说时末 那末时说 我们并不是 这个末不是割离的 我们这个末是心真实的 那种智慧的止息颠倒妄想 无妨于我虽然止息安住 我们叫做止观嘛 菩萨的止跟一般禅定的止不一样 止其对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 这才叫止 它不一定止你的动作 对不对 就像世间有种种动作 那都要 你看 世尊 来去有没有来去 金刚经讲的如来是什么 有没有来去 唯摩结晶里面 文殊菩萨去见唯摩结晶师的时候 有没有来去 来法不可得 去法不可得 不来不去 是不是 如来 所以他现在世间上是不是有来去 但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其实何来来去 是没有时来时去 所以这时候你发觉 大师门开无庸舍 你能做一个法的布施 乃可以辗转利用一切法来利益众生 你没有庸舍 庸舍什么 有分别才有庸舍 此时可 此时不可 这个你用那个你不用 你诸多隔阂 在佛法里面 他有没有这份隔阂 没有 所以 你看我们在初禅里面 初禅里面有寻师二心所 所以初禅勉强还有语言的这种概念 到了二三三禅就没了 为什么 他没有寻师觉观两个心所 可是菩萨呢 不受影响 所以菩萨的禅定跟一般禅定不一样 因为他没法治 所以同样的 为什么佛菩萨的神通会更加广大 神通神通就是没障碍吧 障碍在哪里 是你给分别之后就障住了 所以我们福报多大 我们福报到到你开始指的那一块 懂吧 你的福报有多大 除了过去的夜报之外 最主要赶在 你的福报大到哪里 大到你开始指那一块 我不是讲说这个空间有多大 大到墙壁那边 墙壁如果往外再推 这里就更宽 如果你心量想要盖盖盖 盖成就双手一摸就墙壁 你在这一间 那个就是棺材 所以我们讲说我福报不大 衡量衡量你的心量多大 我们常看外不看里头 虚空任你用 偏偏你就塞成这一小空间 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用色 你太会分别了 我今天有时用有时不用 是应激而说 或者的话 一切法都是佛法 我哪是不能用 所以他大开这样的门 他没用色 第一个 不会落入法的妄想分别 不会因为法的隔离阻碍了 阻碍了让你不能灵活应用 所以我们不是讲吗 当一个人到处 他的个性很明显的时候 庸色了 是不是 他只能做符合他的个性 那有一类人是没个性 那是暖暖 那那个就是什么都干不来了 因为他自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 那个搞不清楚了 那个不算 但有的人个性很强烈 对立心很强 你就知道他不容易溶通 所以他能开展的空间有限 为什么 碰到他对立的就挡住了 但有些人不是 他因为有这样的智慧 或这样的豁达 所以到哪里 今天 此人因以合身度之之之 极限合身为之说法 我们该演公主的公主 王子的王子 我们哪天该演哪个 那个马虎的就马虎 对不对 不行 马虎那么小我不要 对不对 如果有如何因缘 他就以重要的因缘 演出一个像马虎的马虎 是不是 为什么 自由 但如果我们个性很坚定的时候 你怎么演都不像 是不是 因为你被自己的想法给这样演 所以人家有人说 有人问我解何忠 就是波则 所以你看 在波则里面我们不是谈吗 亦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一切法得成不是吗 所以在开展一切法的时候 是不是也无庸设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事情 你会看到一个人的自由度 一个人自由度 其实关系到他对一个东西 有没有一个强烈的知识 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如此 一个人的思维的自由 都关系到他对一个东西 自己的那种智慧分别 所以有的人 他能融通的很有限 所以当很多事情来的时候 他必然会被自己的认知心 执着心给困住 谁困住 不是别人 是你为心所造 你会被你的看法给框住了 所以我讲说 人生自最大的牢笼 根本不是外面 是你的心 你如果要给自己自由自在 你就先打开你的观念 是 从来佛法就是这样的 或是或是或非人不是 逆天顺天天莫测 五早沉浸多劫修 不是等闲相狂惑 为什么人不是 因为人 有些被绑死 对不对 所以一个东西来讲 我们今天看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拿一个东西出来 让大家分别 每个人各个依他的角度 把它定出来 你要发觉 作为同样的东西 怎么那么看法不同 所以我也常举例 比如说一个人的视野只有十公分 看的也是十公分 抓中间就是五公分 他以为他自己很公平 结果看二十公分的 你说你太偏了 他说哪有偏 因为他看的是二十 那碰到看一百的呢 你那个二十中间的十 根本是跑到旁边 那就不要讲五的那一个 那如果看一万的呢 你那个五塞到角落去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你说你以为你是大智慧者 你根本看不到天地的广大 是不是 所以我如果从一万来看中间 你那个从十来看中间 你怎么知道我到底对还是错 你连我对错的标准在哪里都看不到 我们今天来论一个人 论今生 论生生世世 论来生成就 那你就很难啊 今天这个时候是要给他利益呢 就像菩萨 是要能引导他善巧赢他还是用住他的 你这么一踏踏死他 你不用怕啊 所以安世高不是这个例子吗 他故意让人家杀呢 一个高生 一个高生 故意让众生杀 你不是让众生造的很重的业吗 如果你眼前这样看 你如何论他是非 你当然你看不到的话 你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让他去杀 世间人看不到高生 讲说哎呀这个好可怜喔被杀 如果稍微懂了 哎呀你这个高生应该逃避不要让他造杀业 因为他没看到来生 结果来生他再来一趟就把他杜出家了 请问谁对啊 你懂吗 你看不到广大元旗 只要嗯嗯电电不要说 你根本无从下手 碰到这个大作为的人他在考虑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他看到的广大元旗在起落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那顺天逆天天都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天也在天的认知底下 但当那一个圣者的时候他是超越三界 嗯嗯你怎么论他 天怎么看他呢 你在三界里面的痕迹走 那个在空中飞的你在那个痕迹走 我们在高速走的你怎么看到天上的东西 在高速公路走的必须欲高速公路 在天上飞的他不受路的限制不是吧 所以他无法测读 所以当我们开始开展这种角度的时候 很多东西开始以不同意义的 当然我们如果这样会可能没标准 但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当然现在有我们的标准对不对 那如果用圣者 那我们变成搞不清楚了 到底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乱了 没有你还是照你的 所以我过去也讲一个例子 假如你们现在是趁愿再来的 那我以为我了不起 这件说法 你们要好好听哦 你们这样愚痴啊不行啊 结果哪天一出来 原来你们都菩萨只有我一个凡夫 我还接受你们的恭敬惭惭惭 可是我虽惭惭惭惭完了以后 我会不会后悔我现在说的法 不会 因为当初我不知道你们是菩萨 我就这么认为 在我现前能分别的我进我的心 所以我不后悔我当初说的法 但当我了解以后我再也不敢说 为什么这些都比我行我还说 所以该我做就是做 但我会保留一种开放的心理 为什么 天莫测 人不是 以我狭隘的心思 看的东西啊 极为有限 所以当我们开始了解 缘起的无尽开展的时候 我们也谦卑了 我们的心也开放出来了 为什么 太多可能了 所以当你从缘起的角度 再也不是以定法来执着一切法的时候 你的心的框架子开始脱落 你开始有好多的创意 你学会怎么放松 你开始学会用极为细腻贴切的方法 来利益众生 为什么 处处都能看到众生的起落处 他应激缩法处 对不对 我早曾经多结修 不是等贤相狂惑 他的意思 这个就是说 他这样讲 你这样是不是太狂妄了 没错 这不是狂妄 他的确如此 你看 金刚经就有讲 如来面或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武者 于此张具能生信心 以此为始 相信这个道理的人 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 以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 对 生信心者 文士张具乃至一念生尽信者 这都是一二佛 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的 所以他讲这句话没问题 没问题 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要注意 虚普理 如来西知西见 世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乎的 就这信节 但这个信节 其实在经典里面讲 这个信节不是在文字上的信节 它有一种 这个有一种 心开意解的意思 它形成了你未来在做事情判断的标准 它不是只是概念 像我们不是概念懂完了以后 懂完了以后 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上并没有在实行 但如果我们在很多东西 懂完之后 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谨慎 这个地方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好 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来到这里 这个商场的时候 买东西你都很小心 为什么 大部分是假的 你马上用了不是吗 所以一个真正的智慧成为你内心抉择的一准的时候 这种叫做信节 这才是生信心 不是概念 是主众生 得如是乎量乎得 何以故 是主众生 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当然 生信心的人 他这是一个简单的答 是不是全然 全然的话就是活了 但我们应该来讲 就是说 当我如实真正信受的人 他开始 如果你了解元气法的人 虽然我还没证过 乃至我还没得救进 但我开始学会用元气看事情 我就在我所懂的那一点点相应地方 我慢慢能相应什么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一点你开始会相应 所以这一点点味道开始透到你的生命里面 再不是一种假的 所以你会保持的一种这种智慧 虽然你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执着 但这份法的味道 这样的智慧 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活起来了 你开始从元气的角度里面说 哎呀 我像 有时候这种冲动 还是掉入一些执着 但那一个智慧开始抬头 经常有空没空 有时没时的跟你提醒 不是这样哦 元气是无自信的哦 留意一下 哎呀 我还是执着 算了执一下 执完以后 哎呀 很不好意思 明明假的 为什么要执着 就这样 就开始会起这种作用 所以我讲说 当我们到这个第一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不是奇怪了 会自然的 就是说当你在这种世间 乃至你忙啊 你追逐啦 其实这样的 假如这样的之间 一旦在你心中建立 他就会时时提醒 回来吧 回来 如梦幻泡音 回来吧 就这样 好像那种 不是阿飘啦 不是阿飘 他就是一种觉知 一种智慧 告诉你 虚妄的不实在 你总必须要觉醒出来 你看喔 其实只是小小体会 他就生起这样的真实作用 时时提醒你 这些东西不究竟啊 你看喔 这就是你未来修行的活水源头 他就是你的活水源头 他就是你的活水源头 所以你会 其实你在忙 你以前是对这个世间 人家说在台湾 蜜蜜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 可是你自从慢慢体会佛法 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当你那个习性烦恼起来 在执着的时候 后面就有戒体跑出来 告诉你 你要稍微遵扎一下喔 你需要遵扎 怎么讲 你是好节制一下喔 不真实喔 那个你从内心所形成的这种认知 它随时会在很多时候跑出来 就像戒体防飞之恶 这样啊 所以我不是等闲相狂惑 你想说说法怎么这样 没有 经典里面有阿罗汉 说他有六种解脱 他讲完了又离开佛说 他不妄语 他的确如此 所以当真实的人 不真实的人 狂妄 未正言正 跟阿罗汉 他说 从此不受厚咬 自知不受厚咬 犯行以利 你不是狂妄喔 他是真实的 所以讲这句话是你看 金刚经就这么说 好 建法床立宗旨 明明活赐潮溪寺 第一加设守传灯 二十八代西天祭 法东流入尺土 菩提达摩为出主 六代传一天下文 后人得到何穷数啊 建法床立宗旨 就是这个法要 有没有另外一个立场 其实看似有宗旨建法床 不像我们现在又要立宗立派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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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那一条路而已 我们没有另外立宗立派 我们建的一条路就是那个哪个宗派 就是古先人道那一派 就是那一条路而已 没有其他路 所以立的宗旨就是明明佛寺潮溪寺 为什么 他是法法辗转 如果我们讲阿罕就是法法辗转而来 从以西天通途一直辗转下来 同大家设一路下来 这里面我们之前要跟大家提的那个 就是世尊父法 家设叫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义法 今父无法实 法法合成法 都是法 但他就是我传导给你的并不是什么法 但我传导你给这个法 无非就是要你觉悟而已 其他 不是 所以这种西天东途 他们在传的时候 不是那一个波 也不是那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智慧上的传承 你说那看起来无形无相对不对 所以后来真正的传就不需要波了 传一波不需要了 到了六指之后就停下来了 为什么 难免停在一波上 我们要的是智慧 我们所建立的法脉 是法的脉 不是人脉 是这个道理 所以 当初的一波 只是给众生一个证明 我 该保证 依他学法 没问题 所以其实这是辗转来 逐步的 这一个西天东途一直辗转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法 明明佛赐 就是由佛辗转而来 超西式 六祖慧能 从第一家社所传灯 到二十八代西天 是这样 那法东流 达摩祖师开始 传到六祖慧能 从此之后 一发开午夜 然后开始流传出来 后人得到何穷处 这叫无尽灯 是不是 就点出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法 我们要讲说 见法床立宗者 后代人就看 我是林济宗 我是曹洞宗 我是曹西宗 我是什么宗 什么宗 我去活头宗 真的麻烦 我只问法在何处 当然历代祖师 有他的教学善巧 这样的教学善巧 只要应激对的 都是很容易让你误入的 但如果走到末流 只留个表层的东西 不断在争执 却忘了原来的宗旨 当我们在学活 学到很多的时候 我们忘了原来是要开明心性 结果是在所有的外围里面 忙到忘了本子 所以这样见法床立宗旨 这个法床虽见 宗旨虽立 其实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并只将所有佛法的整个精神 再会归到集中在他根本处 就是我们要讲的 真不立望本空 有无拒浅不空空 二时空门言不着 一信如来体字同 心事跟法事成 两种犹如尽上痕 痕够尽除光死现 心法双望信极真 你看 真不立望本空 这个不是 你看他这个重点 这个用词都很细腻 我们有些观念一旦弄错了以后 其实就隐藏你的认知上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 取不得 不是不取 是取不得 舍不得 不是我要舍 不是你舍不得 因为舍不得 没什么好舍 这里面 真不立 那旺呢 旺本空还要旺 旺本空 所以回头前面讲 不除旺 为什么不立真 这里面多少人 在我们在谈中论的时候 就有提到 有的人认为中论 中观是指迫不立 有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 祖师大德有讲句话 单真不立 独妄难成 单真不立 独妄难成 有真就有妄 有妄就有真 你如果讲说 只破不立 没这事 有破必有利 对不对 那可是中观不是要讲一切缘起的道理 怎么会破呢 所以中观破的是什么 他有没有破 没有 并没有真法好破 只是破你的执着而已 哪有什么破 从他的本质来讲 法若不可得 我怎么去破 要破也要有东西啊 所以你看这个道理跟维斯比有没有道理一样 我法能不能破 我法不能破 因为我法 我法不可得 人我执 法我执 这个是众生在执 人我法我能不能破 因为人我法我本来就不可得你去哪里破 所以梦中的东西能不能破 这梦中的东西不存在哪里破 梦中的东西从绝里面自重就是空空无大千 你也不会去把扫当掉 是不是 所以他不立真 他破他无所破 因为他本来你看 望本空 所以他到最后只要觉知觉悟他 他没有破 所以他记不破当然不立 那如果方便破 那就是方便立 方便破有诸法 诸法自信破 立什么一切法无自信 有没有立 有啊一切法无自信 但这些是原理的 所以我们讲说诸法自信不可得 你讲这句话是方便教育 不用你啰嗦 不是你说的他才空 他本来就空 本来就不可得 所以不劳你破 是众生执着我方便讲破 所以既然破了 我这个破是方便破 我的立有没有真实立 没有立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这里转 破啊立啊立啊破啊 弄了老半天 没有一个真的 所以你看 你注意看 中观指破不立 你看那天要按个键 电脑指破不立 你看多少人都在指破不立 没有啊 他两个是吧 所以过去主示大家 单真不立 独妄不成 不可能啦 你如果讲真一定背后藏着妄 你讲妄背后执着真 所以你看真不立 妄本空 我当然也不出妄啊 有无俱全 那不空呢 不空也空 你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再往下看 我一直跟大家提的 二十空门够多了吧 刚才现在才讲有无 那有无把它全掉 不有不无对不对 那不有不无 不有可以 不无是什么 那我们有的闹到最后就是 不无是什么 不有 不有把有火定嘛 火定外以后 那不无 我火定你以后 我不是要空吗 结果不空 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油我把你火定了 火定之外你就占着空的立场嘛 对不对 油火定喔 结果我现在跟你讲 油不可得 空又不可得 那这下我就麻烦了 我油跟你火定了 我一定占一个空嘛 结果你跟我空不可得 那不可得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油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我是利用空把油火定 结果现在你把我空火定了 我是不是把油找回来 是不是 刚才我是用空把油火定了 现在你也把我空火定了 那把空火定了 我刚刚开始是用这个去把它捶了 结果到最后原来这个是假的 所以我刚才没有捶到人 不是从一开始这个就认知错误了 所以二十空里面他就用种种方式 你看二十空本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空大空 生意空有为空无为空空空空一直空 空到最后言不着啊 所以我们要再空下来大家要空了 对不对 不是他只是一句话 不着 不管他什么角度 最后本质就是 知道他的案例从何因缘而生 取其精神 而不是执着在这种文明之相上 所以他对不同的执着是加以对立 但结果你在这个不同的空里面 其实到最后只有一句话 当我们不是前面讲 由因缘生 所以我从有因缘生当知道 由本身不可得 所以方便说空 我有没有另外一个空 如果众生讲有为有 那就安利空 一旦安利空就执着空 现在我同时以缘起的智慧看 有不可得 靠有而来的空亦不可得 因为他都缘起的 好 不有不无的时候 众生就要 哎呀 两则俱全 有一个不 不灰有灰无 我们是在心经里面讲 是诸法空向不生不灰 不够不净不净不净 对不对 所以诸法空向是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诸法康向就长成不生不灰 不够不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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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竟然用这六个去想诸法空向 结果诸法空向被染了六个颜色 所以又掉下去 所以我们说二有无俱全 然后连空空亦不空 不空亦空 就是空的意思就是说 有无俱全连不空也浅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你乱浅 你这样浅浅不完 其实最主要是 从究竟的现在所认知的一切法 世间法 乃至我们谈的佛法的二十个空 其实都是因和众生执着而安利的 你了解这个道理 连这个二十空能巧用它却不执着 为什么 它是应众生烦恼而安利 有没有另外空就一个够大的 还有二十个空啊 言不着 一信如来体自同 任它怎么谈 道理是不是同一个 是不是 所以在佛法里面看它种种的应对善巧 你会看 你如果知道 有些东西啊 你会很大胆的说 这个法是这样说 但其本意是如何 这是过去西天东徒的祖师就讲 有人在讲阿含经说 阿含经这么讲 但令度祖师就讲说 其实他另有秘密意 你看 祖师大德能为他解释 若不怎么解释会产生矛盾 为什么 因为他掌握到法体 所以佛讲说 哎呀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 他也照样可以对应 这是方便说 虽是方便但有佛的善巧 虽方便我会觉得 这是方便说是不了意的 我们不是讲说 医了意不医不了意对不对 但真正通达的人 即便不了意都能找出了意 但为众生讲说要医了意不医不了意 那佛讲不了意是因为众生根基而说 否则的话 佛以他的智慧 岂会讲出不究竟的法 所以佛虽讲不究竟 只因众生不究竟 方便说 以佛讲不究竟法的当下的心是什么 是究竟的 知道吧 说究竟 说不究竟 以觉悟者 一性如来体自同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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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